1965年秋冬,以苏哈托为首领的印尼军人,在美国的挑拨下,开始了叛乱。那段岁月对于印尼人来说是很残酷和血腥的。叛乱的印尼军人,进行了大范围的屠杀。有将近50万的百姓死去。而这50万人中,在印尼的华人,占据了绝大部分。 1966年,作为印尼的第一任首领苏加诺被推翻了。此后苏哈托开始统治印尼,并且这样的统治,持续了将近30多年的时间。 1997年7月,东南亚的很多国家,因为金融危机,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印尼也没能逃脱,经济危机最终影响到了政治方面。 苏哈托30年以来的经营的事业都毁掉了。1998年,在各种压力下,苏哈托不得不交出印尼的统治权利。 宣布辞去印尼总统的讯息。在苏哈托下台以后,还有一些人对于他在位期间的统治不信任。 印尼的老百姓强烈的要求对苏哈托进行财产调查。希望把苏哈托手下的财产,都用于国家事业。 在苏哈托统治期间,印尼的发展还算稳定。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都发展挺好的。 经过调查以后,发现苏哈托的家族建立了强大的商业帝国。 并且他们将印尼的很多商品都垄断了。 可以说控制了印尼当地的经济发展。 后来,印尼人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。只要苏哈托家族打喷嚏,印尼人就会因此而患上感冒。 这句话足以看出苏哈托家族对于印尼当地的影响是很大的。 对于苏哈托的调查结果,令印尼的群众吃惊。 他一共贪污了150多亿美元,相当于把印尼当时40的钱财,都收入了自己囊中。 2007年,联合国为了拯救被贪污影响的国家,释出了一份全球贪腐榜的追回被盗资产倡议。 而苏哈托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贪污者。 虽然苏哈托贪污的钱财数额巨大。 但是他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。 退位以后,他和家人一直在雅加达的家里居住。 没有大事不会轻易走动。 除此之外,他的亲戚们也只是狠轻地处罚了一下,从国会当中清理出去了。 只有苏哈托的儿子因为谋杀法官、私藏武器而被判处了15年。 苏哈托一直活到了87岁。 身体中好几个器官衰竭而死。 这样的人竟然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。 真是不能容忍。 我们继续的规定吧。 我们继续的规定。